使用燃煤机组的新达电厂 在今天下午发生了跳电事故 高雄地区民众感受最明显了 高雄市区热闹的百货公司 刚刚停电 黑漆漆一片交给立芬 立芬请说 达电港这边呢 全速停电的关系 所以呢在高雄市区呢 有好多地方呢都受到了影响 包含呢大型的百货公司里面呢 很多民众逛街逛到一半 突然一楼呢整个就漆黑 一片了 有一半的区域呢 几乎都是停电的 而且呢在高雄市政府 四维行政中心 正在办公的这个市长 还有局处所长们呢 刚刚也突然呢 在四维行政办公中心这边呢 也都是停电的 由于呢目前呢 现在了解的是 条件的是新达电厂的燃煤机组 台电呢虽然还在厘清原因 不过呢由于燃煤机组 要重启的话呢 需要很长的时间 台电呢已经要求全国 所有闲置的机组 气电共生的机组呢 立刻上线发电 包括呢核电厂紧急发电机组呢 现在也都要上线供电了 所以目前呢这个这个停电的情形呢 可以说是全台通通都是有被波及到的 还有呢这个疫情指挥中心呢 刚刚呢在稍微 这个在直播中也是有停电了 所以很多地方包括高雄市区呢 这个交通耗制 现在很多路口呢都是一片乱了 因为呢耗制灯坏了没有电 所以呢很多车辆了到这个路口的时候呢 不知道该不该进哦 所以呢就是有出现混乱的情形 另外呢刚刚是消防局呢 现在也在清查各个大楼呢 有没有人因为停电而有电梯受困的情况哦 所以呢灾害呢目前是还没有传出来 有严重的目前还没有 不过呢有许多的办公区域呢 因为停电还有百货因为停电 都影响到了市民的生活 那么这是来自高雄的资讯 我们暂时先把时间交还给棚内 请订阅按赞分享TV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使